也是一样 其实可以拿什么 拿范本来修改 会是最简便 所以怎么怎么改呢 首先第一个 一样我们就切到V9K 其实可以拿这刚刚这一段 苗栗和宜兰总C好了 放哪里 特别是要记得不要放错 放错加 这个 前后有没有这个 前后三名公司 按右键先插入一个模属 记得不是说白色的地方都可以写程式 你一定要写对地方写在自己家里面 你不要放错位置 然后这个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就把前后三名公司之合 然后你就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们一样逻辑 家总 所以第一个的话 就是家总 范围对不对 范围For I 等于2到10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要做的逻辑是什么呢 判断它是不是 什么呢 大于这个 第三名的 所以呢 是不是大于第三名的话 那我们要抓什么资料 抓B缆的资料 而不是抓A缆的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 要把它改成B 然后也不要LATCH 因为不是抓前面两个字 所以要把Sales B缆 必须大于等于多少 大于等于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的话 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RANGE来称呼它 RANGE F 所以这边的话 就打一个RANGE 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把F2里面的资料带过来 然后跟现在这个B缆里面的资料比对一下 如果那个里面是大于等于F2 或者 所以特别注意哦 在那个函数里面没有资源 可是BPA有 你把它Ctrl C 跟这边一样 把它贴上 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小于等于 这边改成什么 G2 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样子 再来 就把B缆的公司累加 累加到上里面 最后把结果放到第二 OK了 所以基本上没改什么 结果也OK哦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范本还蛮好 万用的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其实 最好 多准备一些万用的范本 以后的话 只要想到类似的 用到什么样的 就是那个程序差不多的 你就拿来稍微参考 或者是拿来修改一下 其实可以改出很多花样 所以我云端上面放很多的那个 那个练习好的 那个写好的程式哦 那个都很好用哦 那主要是因为之前有很多的 那个你们的前几期的学长 他一直说 老师你这个太好用了 他就先抱歉 他就说老师我没办法自己写 但是我会抄 我会改 你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因为他一直强调说 他都是用 刚开始都是用复制贴上修改 所以让我想 对 其实这个岛也不是什么坏事 没有人那么聪明 一下子就可以这么熟练 对不对 没有个一段时间 那可能看每个人支持不一样 不过前提就是说 你一定还是要慢慢进入到那个状态 不然的话你永远都不动手 我说真的你也不可能有学会这个程式的一天 所以这当然我是觉得也是个门槛 对目前很多人来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门槛 可是我觉得有没有必要学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学习 你如果没有办法把程式写好的话 很多事情真的是会是很花时间的 很花力气的 那如果说你把这一扇窗打开的话 哇你会发现哇 另外一个世界果然是不一样的 OK 你的思维就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真的好 那最后的话我们把它run一下 看看结果已经不一样 刚刚这个结果看到是206500 那如果用VBA来run的话 结果Obo K呢 把它再run 这个我们就不做按钮了 有没有 206500 所以一模一样 其实基本上程式呢 基本也没改什么 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改这个地方 有没有 Sales本来A栏 改成B栏 因为我们的资料在变成B栏 那把等于改成大于 等于 然后那个储存格的资料搬过来 OK 然后 然后